下关注到的是对于菲律宾船只在4月30号非法清闯黄岩岛 对此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在2号做出4点回应 菲律宾外交部指中国海警4月30号在黄岩岛海域拦截和骚扰 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非海警和渔业水产资源局船只 而非外交部要求中方船只立即离开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回应说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非方海警船和公务船4月30号未经中方同意 庆闯黄岩岛海域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中国海警被迫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驱离非方船只 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中方已就此在北京和马尼拉分别向非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非方立即停止侵犬挑衅 对于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指 中方阻碍非方在非渔民的渔场 向非渔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表示 4月30号发生的事件无关非渔民捕鱼问题 2016年中非达成临时特殊安排以来 非渔民在黄岩岛特定海域捕鱼 不存在任何问题 非县政府打着帮助非渔民的幌子 把他们推到海上争议前沿 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 这才令人悲伤 对于菲律宾海警一名发言人 1号指非本届政府已经越过这条红线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表示认同 指非县政府单方面破坏了有关安排 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非方近期在仁爱交等问题上 也一再违背承诺 单方面抛弃双方已经达成的协定 谅解和安排 这是过去一年中 中非海上争端不断的根本原因 多个国家驻菲律宾使馆 或大使发表声明 对4月30号黄岩岛事件表达关切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回应说 过去一年来 每次中非发生海上事件 都有同一波国家发表声明 有关声明不问事实 只讲立场 全世界有近200个国家 他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